疫情過後旅遊業開始逐漸恢復 今天三藩市市參試會主席佩思金 聯同中國駐三藩市總領事張建敏 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總經理周慧等 一同於華埠宣布中國國際航空 來往中國北京和三藩市的直飛航班 重新啟動 在疫情期間 來自中國的遊客大約只佔了華埠遊客的三分之一 中國國際航空將於逢星期三和星期六 從北京直飛來往三藩市 並且每個星期由24班的航班增加至48班 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臨近 三藩市市中心和鄰近的區域 將會有不同的交通管制措施 而華埠則不受影響 佩思金也表示正在與警方密切合作 在APEC期間加強街道巡邏 確保民眾安全 天下衛視記者王靜採訪報導